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骨钙是从哪来的 我刚才讲得很清楚 那血钙是从哪里来的呢 血钙全凭我们营养中来供给的 我们现代的食品结构是不合理的 而且污染非常的严重 各种化合剂 添加剂 急速 生长素和药物全都在里边 所以我们今天吃得很饱 喝得很足 但是我们从营养里面吸收到的营养 有一部分是对我们健康有害的 特别是我们从里面吸收的钙 是远远满足不了1%的血钙的需求的 骨钙的功能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三大功能 而血钙的功能就是我开始给大家介绍的六大功能 钙的六大功能其实就是血钙的六大功能 那你试想一下 如果血液里的钙我们吃不够 它达不到1%的话 我刚才讲到的心脏的节律的跳动 神经的传递 白细胞的吞食 血液的凝固 多种细胞的功能是不是全部都要受到影响 那这个人就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问题 肯定就更重要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这就回到我们的甲状腺来讲 我们甲状腺的后侧 它有一个四个甲状螃蟹 当我们人体的自身的这种 从营养中的血钙吃的不够的时候 血钙就没有办法去完成 保证我们的六大功能的正常进行的状况下 大脑神经就会发出一个命令 它就会感觉到这个人的血钙是缺乏的 当大脑接受到这个命令之后 它就立即把这个信息传递到甲状螃蟹 甲状螃蟹接受这个命令之后 甲状螃蟹就会立即启动 启动就是加班加点 那加班加点的结果 我们医学上管它叫做康静 各位可能听说一个病 叫做甲状腺机能抗进 简称甲抗 其实甲抗这个病就和缺钙 有直接的一个因素 这就告诉我们所有人认为 我没有补过钙 我今天没有缺钙的现象 我的骨骼很好 我的身体很好 并不是你这个人不缺钙 是甲状螃蟹自动的抗进 加班加点 把你骨骼裂于从有的99%的钙 用甲状螃蟹 它分泌了一个破骨素 也叫做甲状螃蟹激素 取个小名叫做破骨素 它一经分泌立即进入到骨骼 刺破骨膜进入到骨骼里 把我们骨骼里存有的99%的钙 每年以1%的速度释放出来 释放到血液中 所以我们这个血液中的钙 就出现了暂时的勾用现象 那么我刚才讲了 现在的饮食没有办法 让保证从饮食中把钙补够 于是每天补不够 我们的甲状螃蟹就每天抗进 抗进就分泌甲状螃蟹激素 就从骨骼里去放钙 从20岁到30岁的10年前 就放出了10% 到40岁的时候 就会有20倍迁徙过来 到50岁的时候 就是30 60岁的时候 40到70岁的时候 就有50%的钙 从骨骼里迁徙到血液中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 人越老身体就越勾搂 其实有时候 我们根本不需要看这个人的脸 从他的后生 我们就可以感觉 他是一个老人了 因为他骨骼的变形 导致他走起路来 就有老太隆重的感觉 他的动作就是老人的一个感觉 那大家想想 那为了维持生命 我们这个甲状螃蟹 不断的就这么去工作 直至你生命的结束 那你翻回来想想 当我们的骨盖 用此20年30年40年的时间 不断的持续的 往血液中就释放 那你的骨骼的 就会改变得越来越少 有些老师会说 它会变成像蜂窝们一样 变得千疮百孔 这个时候我们骨骼的疼痛 骨骼的疾病 身体乏力等等的问题就产生了 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找医生去看病的话 医生通过诊断和检查 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您得了一个病 叫做骨子疏松症 而且这个骨子疏松 可以说是人人都会得的病 只是年龄大小不同 得的迟早和程度不同而已 这就是这一天的肯定的肯定 所以我们再次看病 这个肯定的肯定 也看到了一个肯定的肯定 在肯定的肯定 但是这种肯定的肯定 那就是肯定的肯定